嘿嘿嘿 1 2 1 2 1 2 3 check check 哈囉大家好我是H編 歡迎來到我們投資爆米花的節目 很高興我們的YouTube頻道訂閱人數 來到了1萬人 我們突破1萬的訂閱了 非常感謝大家的支持 那如果你還沒有追蹤我們IG頻道 還有Podcast平台的朋友 現在可以趕快拿出手機 搜尋投資爆米花 追蹤我們的IG還有Podcast平台 我們會在每週三晚上6點 更新我們的Podcast節目 然後在每週六晚上8點 更新我們的YouTube頻道 那非常歡迎大家來IG 和我們的小編聊聊天 我們都會盡量回覆大家的問題的 所以如果你還沒有追蹤的話 趕快追蹤起來 那在今天節目開始之前 問大家一個問題 你平常網購都是用哪一家 或是今年雙11 你最主要的消費平台是哪一個 可以在下方留言區告訴我們 我自己的話呢 是在淘寶的雙11活動 刷的快要2萬多吧 平常不怎麼花錢 全部都給他集中在雙11 給他刷下去啊 但我們今天沒有要討論淘寶 或是雙11你買了什麼東西 我們今天要來看看台灣地區 5家常見的電商公司 這5家電商都有上市哦 其中一家還是在海外上市的 希望我們可以在消費之餘 也可以認識這些品牌 和他們未來的發展 甚至在了解之後 可以透過投資這些公司來獲利 在年底的購物季 也可以增加一下我們的消費能力 那我們就開始今天的節目吧 我們今天要談的是台灣知名的 5家電商平台 PC Home MOMO 蝦皮 東森 還有創業家 第一個要來看的就是台灣歷史最悠久的電商平台 PC Home 股票代號 8044 PC Home主要有3個電商品牌 分別有不同的商業模式和服務 包括2000年推出的 B2C PC Home 線上購物 2005年成立的B2B2C的PC Home商店街 還有2006年C2C的露田拍賣 這三種你一定都聽過 感覺很像對不對 但他們有各自服務的客群 PC Home並沒有把他們結合在一起 所以經營的資源是相對發散的 那PC Home算是最早進入電商戰場的公司 所以品牌知名度也比較高 其中大家比較知道的 應該就是2007年首創的 24小時到貨服務 打開業界這種 極速到貨的線力 那除了提高物流的競爭力 在最近也極力的發展金融服務 除了現在有和玉山銀行合作的拍錢包之外 在今年9月還取得了 21世紀數位50%的股權 準備打造BMPL的服務 BMPL就是Buy Now Pay Letter的縮寫 簡單來說就是分期付款的服務啦 除了減輕消費者在付款時的壓力 企業也可以透過放貸的利息增加收入 那PC Home網家8044 目前的股價大概是在140元左右 過去在10月底時有急拉一波 那目前2021年的營收 開出來也是都比往年好的 那接下來11月的購物季營收 應該會是年度最高的月份 那目前因為股價已經拉一波上去了 想進場的朋友可能還需要再多觀察 哎呀反正都是講廢話啦 風險一直都在啊 總之今年開出來的營收是不錯的 到時股價的表現怎麼樣 不會有人知道你相信營收會帶動股價的 你就提早布局 你怕現在在高點會被套的 你就持續觀察 第二個要來介紹的是電商中股價最高的 富邦煤8454 股價目前大概在1640元左右 它旗下的電商品牌就是MOMO購物網 是市值高達3067.98億元的電商平台 所以不要小看MOMO只是做電商而已啊 他的後台啊 可是富邦啊 MOMO其實一開始是做電視購物的 他比PC Home玩5年才開始做電商 一開始的策略啊 是希望讓客人想逛街為主旨 去設計他的網頁啊 和挑選要賣的商品 他一開始啊 在賣衛生紙的時候 甚至是賠本在賣 就是為了讓來買衛生紙的顧客 可以順便買其他的產品 那根據他們的統計 MOMO的消費者有超過70%是女性 所以MOMO也有針對這點 加強美妝類的產品 引進大品牌進駐啊 像是無音良品啊 Dyson啊 專櫃化妝品 巴黎萊雅等等 來帶動這種消費 那他和剛才介紹的PC Home 最大的不同就是商品的類型 PC Home主要會是以3C產品為主 MOMO是比較偏向女性取向啊 還有日用品 那未來發展的話 PC Home可能就會朝 改善物流效率 還有庫存啊 還有自己的金融支付的技術 MOMO就是偏向品牌合作啊 大數據推薦 跟往國外發展這樣子 富邦美在疫情爆發的時候啊 股價就曾經一路飆到2100元的高點 除了疫情改變了人們的購物型態之外 也因為對手PC Home物流嚴重癱瘓 導致許多顧客轉到MOMO下單 在五六月增加了不少的營收 那他目前的股價走勢在最近一個月是比較平穩的 除了本身股價高之外沒有什麼特別的話題 比起PC Home我會更看好MOMO在未來的發展 MOMO的介面啊商品分類啊服務的消費族群 我覺得都是更有機會的 女性取向的產品帶來的營收 我相信也是非常可觀的 再加上有富邦當靠山 股價價格的表現 我相信應該已經說明得很清楚了 接下來是蝦皮 蝦皮的母公司是新加坡的東海集團 C Limited 蝦皮在美國上市 從2017年10月20日上市的15美元到現在 已經是310美元左右 蝦皮從去年2020年的營業額就相較前年成長了113% 今年累積到Q2的營收也成長了26% 加上遊戲和金融支付方面 東海集團今年Q2 比去年Q2毛利成長超過3倍 蝦皮在台灣採用廣撒優惠、免運來吸引客戶 現在也推出蝦皮電到電的實體門市 除了增進物流效率之外 也是把商業從線上推到實體的一步 我相信也是大家最常使用的網購平台 可惜它就是在美國上市的 不然這個股價的走勢真的是很棒 第四個要介紹的是 東森2614 東森其實一開始並不是以電商起家的 它的發展其實非常有趣 它在1995年以遠東倉儲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類別是什麼你知道嗎 是航運類股 一開始是做倉儲起家 也有做散裝航運 很酷吧 之後因為海運虧損 在2020年6月正式退出航運市場 那在做航運和倉儲的這個過程 它在2005年的時候 把名字改成東森國際公司 2014年的時候 上市產業類別調整成貿易百貨類股 把重點聚焦在零售 新媒體 社群商務 廣告 那東森購物是 東森國際的轉投資職公司 持股比例大概是四分之一 25%啦 從最早的電視購物 一直做到現在的網路購物 東森購物不斷的改良 現在除了傳統的網路購物之外 還結合了生鮮食品 寵物用品 香港垂枝美妝平台 還有直銷平台 東森的版圖算是做得非常廣大的 那營收來源也是非常的複雜 股價的表現我個人就是覺得 普普通通啊 沒什麼好看的 最後一個是創業家 8477 在2013年推出的品牌 生活四級 標榜讓顧客能一戰購足日用品的需求 主攻C2C商機 然後在2017年推出另一個平台 松果購物6740 主攻B2B2C的商機 但在今年6月 創業家兄弟用換股的方式 把松果購物整併進生活四級 但目前兩家公司是分開營運的 短期內不會整併成同一個平台 創業家8477股價的表現 自從今年7月的高點49.5塊之後 就一直躺平在34塊和36塊之間 那目前股價的走勢 捏 籌碼 嗯 捏 營收 捏 捏 捏 創業家是發生了什麼事 怎麼只有他沒在賺錢 10月開出來的零售還創新低 你當電商不賺錢你要幹嘛 算了算了算了不看了不看了 好啦以上就是關於各電商平台的介紹 你平常都愛逛哪家的網購呢 雙11雙12購物節還有聖誕節 跨年的交換禮物 你會去哪一個平台買勒 歡迎留言分享給我們 OK今天的主題就分享到這裡 喜歡的話可以按個讚 訂閱開啟小鈴鐺 分享給你身旁的親朋好友 也歡迎追蹤我們的IG 投資爆米花 和我們一起學習更多有關理財知識 感謝大家一萬訂閱非常不容易 感謝你收看今天的節目 我們下個影片再見囉 掰掰